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 Raymond Bagot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 Raymond Bagot 今天说因为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要促进和他国交流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是要有创意 第二个是非政府组织NGO合作重要性 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行基金会主办的首届玉山论坛 亚洲进步与创新对话 Yashem Foreign Asian Dialogue for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今天明天登场多国外并预会 博瑞光与婉燕演讲表示 有人希望他谈如何促进台湾和美国民间交流 及如何促进台湾和东南亚交流 有两个关键 台湾有特殊国际地位和特殊问题 第一点是不止台湾 和台湾合作的国家都需有创意 不管双边或多边方式 必须有创意 他说第二点就是NGO合作重要性 这在和台湾合作时特别重要 公民社会合作不具挑衅性 不会受任何国家威胁 这符合国际潮流 国际关系如今不只是外交部和主外使馆的关系 世界潮流是多国合作 NGO如智库、博物馆或个人合作都在国际关系中有角色 博瑞光举越南维利表示 他特别欣赏公民社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越战后人和人间的交流在重建美国和越南间的关系和重建信任上相当必要 谈到美台关系 博瑞光表示 公民社会有一定角色 如教育机构或私人公司 美国政府透过美国在台协会 AIT在台湾和政府建立关系 博瑞光说 美国思考如何把双边关系变多边关系 台湾不是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一员 无法参加其中活动 双方建立台美全球合作际训练架构GCTF 成功利用GCTF办很多活动 也扩及他国 议题包括公共卫生 经济发展 女权 能源 环境与灾难救助等 他说 台湾私部门表 现得很好 如资讯与通信科技 ICT 电脑晶片与脚踏车 基于多年外交生涯 他认为台湾有些部门有很强优势 比亚太邻国都好 此外 博瑞光表示 把美国公司解决和当地纷争 是外交官工作之一 台湾优势第一是法治 如果有法律纷争 大家可相信法律制度 第二 台湾政府不会偷你的技术 这是亚洲地区很多其他国家的问题 而台湾有法治 如果在台湾投资 不会受政府或国营失业的压力 要给出自己的技术